謝謝 台灣移民到美國後不久出生 他尋著亞裔移民二代的標準模範路線 全優成績高中畢業 進入哈佛大學就讀 28歲當選波士頓市議員 甚至還當過議長 其實烏米原本沒想踏入政壇 卻因為家庭巨變 我父母當初移民來美的時候 不但不會英語 也沒有錢活人脈 當我母親精神方面出現了問題 我在家中開始擔任一母一節的角色 身為長女的烏米要照顧媽媽及妹妹 對官僚體系感到沮喪 才決定攻讀哈佛法學院 也遇到當時在哈佛教合約法的 現任民主黨參議員華倫 華倫也替五米背書幫她助選 至於五米在下週二決選的另一大對手 是阿拉伯波蘭裔移民的喬治 不管這兩人最後誰贏得決選 都將為過去從未選出亞裔女性市長的波士頓 開創歷史新頁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